弟兄姐妹 今天我代表Parsanikas 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相信上帝会透过这个短短的时间 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一起翻开阅读 四篇第27篇四到六节 四篇27篇四到六节说到 有一件事我成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养他的荣美 在他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蔽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仰手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 宽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在人生中 我们总是会遇到患难和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患难和挑战到底什么时候会来 有时就好像突然袭击我们一样 使我们措手不及 就好像现在这个疫情 在我们人无法掌控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影响了全世界 成了全世界的挑战 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应该向四篇第二十七篇的诗人 大为学习 因为在第五节他说到 他也正在遭遇患难 但是当他在患难的时候 他相信神会保护他 保守他 把他藏在隐秘处 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甚至将他安置在安稳的盘石上 在第六节他很肯定的说到 他会刚过四面的仇敌 大为心里的安稳和他那份信心 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寻求耶和华而来 他常常来到寻求神 赞养神的荣美 敬拜神 他甚至说到 他用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来到寻求神 在这个寻求神的过程中 他认识到神是他的亮光 是他的拯救 是他生命的宝藏 还有力量 因此问题和患难 不会打倒大位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从父神那里 得到力量 得到安稳 得到平安 在人生当中 我们很难预测 也很难掌控 我们会面对什么患难和挑战 既然这样 我们应该向大位学习 多寻求和多仰望神 更多可恶 和更多亲近神 在亲近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从神那里 得到安稳和平安 得到信心 坚固我们的内心 因此当患难和挑战 袭击我们时 我们可以很像大位一样 很肯定 而且蛮有信心的说 神是保守和保护我的神 神会将我安置在 稳固的磐石上 并且我知道我会得胜 神是我的亮光 是我生命的宝藏 还有力量 我还怕什么呢 亲爱的朋友 世事难料 但在神里面 神从不曾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在祂里面 得到这肯定的平安 愿神的话也赐福于你 我祈求神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 真真实实的彰显祂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